师父 老人们常说 什么年纪就该做什么事 你觉得呢 十八岁之前只准学习 不如谈恋爱 二十八岁之前拼命工作 没空谈恋爱 快三十了 突然开始催婚 必须谈恋爱 就是什么呢 年纪就该做什么这种屁话 让大多数人错过 十八岁的怦然心痛 和二十岁的一见钟情 但我该结婚的年龄 错过很专长 可是一禅 你可知道 这世上没有什么 该结婚的怨恋 只有该结婚的感情 小时候枕头上全是口水 长大后枕头上全是泪水 小时候微笑是一种心情 长大后微笑是一种表情 小时候哭着哭着就笑了 小时候哭着就哭了 我们终于到了 小时候最羡慕的年龄 但却没有成为 小时候最想成为的人 小时候哭着就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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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不能再做什么